科莫多龙外号陆地鲨鱼 长有60多颗稻沟中的牙齿 长约2.5厘米 内侧有巨尺 能直接刺开猎物的皮肤 导致猎物失血过多而死 而且科莫多龙还会经常更换老化的牙齿 这和鲨鱼鼓励的防御水碰到说一本一样 只能说完全一致 凭借风力的牙齿 科莫多龙 欲在几秒之内杀死一头野猪 当然能有如此雄厚不是猎物的能力 也离不开身体表面内侧的坚硬的冰片 因为它的保护 无论何时都不怕被猎物反映一头 猎物小的猎物直地咬死 而对于体型庞大的猎物 科莫多龙就会找龙下嘴的地方咬正咬 就算是被甩开了 它也不着急 因为猎物挣扎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死亡 这是为什么 莫非科莫多龙的嘴里有毒 上世纪80年代 研究人员认为 猎物被科莫多龙一咬就死 这因为科莫多龙长期使用腐肉 果眼里还有致命的细菌 可以让猎物因伤口感染而死 直到本世纪初 研究人员才推翻了之前的结论 认为科莫多龙嘴里是存在毒液 并且它们嘴里的细菌 不是毒性的主要类 科莫多龙的下落中存在两条毒线 然后通过牙齿注射 可以说 科莫多龙是现存最大的有毒动 这种毒液属于血液消毒素 能让猎物的血液无法凝挤 进而肌肉麻痹 一直丧尸 最后流血过多而死